华语电视晚间新闻由历程贸易赞助播出 彩香菊豪华月饼高贵典雅 河南猫山王榴莲冰品月饼浓郁香甜 沙利过境墨西哥湾或出现新风暴 Netflix男星遭指控制作儿童色情片 WHO警告欧洲疫情选途重来 各位观众们欢迎收看9月17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郁星伦 在国家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主任罗德菲尔德 预测新冠疫苗推出的时间表之后 遭到总统川普的大肆反驳 原因是川普认为 罗德菲尔德将疫苗问世的时间估晚了 并怀疑他收到了错误的消息 然而罗德菲尔德此次所估计的时间表 却与大多数专家的预测相近 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德菲尔德 昨天在听证会上预测 首批新冠疫苗将在11月至12月期间问世 并且数量有限 消息传出后 总统川普大肆反驳了这一观点 声称罗德菲尔德的疫苗时间表不正确 但罗德菲尔德在听证会上 所发表的证词非常明确 他的疫苗问世时间表 与大多数健康专家一致 为此CDC发言人 去决究川普的言论发表评论 但一名CDC的高级官员直言不讳称 罗德菲尔德就是总统的便利出系统 果不其然 CDC在川普提出质疑后 立即发表了一份声明称 罗德菲尔德所指出的时间 是所有人完成疫苗接种的时间 并不是指开始向民众供应疫苗的时间 但不少人表示 由于来自白宫的信息 总是无法统一 因此增加了对疫苗的不信任 一份最新的民调就显示 即便疫苗在大选前就问世 并免费提供给民众 但有54%的民众表态 不会接种疫苗 而作为川普的竞选对手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则表示 近期不少教会主张 在疫情期间 政府禁止教会活动的行为 违反宪法 而司法部长巴尔 就在一场活动上 做出了回应 并将防疫性的封城措施 与奴隶制度相提并论 巨风沙利今天过境之后 给佛罗里达与阿拉巴马的居民 留下了一片狼藉 受在地区道路与电力设施 遭破坏严重 然而佛州州长警告 沙利在佛州北部的降雨 可能会让河流水位暴涨 几天后带来洪水 而气象局更是担心 又有新的热带风暴 正在墨西哥湾聚集 可能会再次升级为 飓风袭击东南部 住在阿拉巴马南部沿海的居民回忆 俊风沙利过境时 声音就像火车冲过来一样 响了一整夜 而沙利过境后 剩下的却只有寂静 佛州东北部与阿拉巴马南部 很多地方的道路都被水淹没 无法通行 电力设施也遭到破坏 50万用户都处于停电状态 受灾居民表示 他们现在就像露营一样 但没有玩乐的心情 还要打扫沙利带来的破坏 灾难性的洪水是沙利带来的最大问题 洪水未敲门直接溜进了民宅中 这让住户对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大发雷霆 但又无可奈何 但危险还远没有结束 佛州州长警告那些居住在该州东北部的居民 未来几天小心洪水 虽然沙利减弱为热带风暴 但其带来的降雨可能让河流的水位持续上升 继续流向灾区 而佛州伊斯卡边县 因为灾情过于严重 当地宣布了三天的宵禁 给救援人员更多时间清理道路等公共设施 避免次生灾害 沙利目前已经抵达乔治亚与卡罗莱纳地区 当地目前也在警戒洪水的危险 然而气象局表示 现在热带气流再次在墨西哥湾海域聚集 可能变成又一场风暴 甚至是郡风Welford 这是气象局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了 今年的风暴多到气象局已经用完所有的郡风命名 而对于佛州与阿拉巴马的官员和居民来说 他们要担心的不是郡风叫什么 而是能不能敢在下一场可能来临的灾难前 清理好眼下的狼藉 洛杉矶的山猫大火已经烧毁5万多英亩的土地 但火势仍旧持续蔓延 消防部门指出人寿的短缺是目前最大的难题 蒙特雷县的大火目前控制率仍旧只有40% 如果不能及时获得支援 那么情况将可能进一步的恶化 据美国森林服务局的声明 位于洛杉矶的山猫大火目前已经蔓延50539亿亩土地 并开始威胁东北方向的林阳谷地区 近日上午 消防部门对林阳谷部分地区的居民下达了紧急疏散的警告 目前由于大火持续蔓延 山猫大火的控制率从现行的6%跌至3% 消防部门表示 虽然当地派遣了1300多名消防员员 并对南边的火势有了一些控制 但林阳谷南部的居民允许保持警惕 并时刻做好撤离的准备 部门指出 在蒙特雷县 大火产生的烟雾是阻碍消防工作的一大难题 截至今日 当地的多兰大火已经烧毁了12万2000多亿亩土地 而火事的控制率只有40% 然而 部门指出 人力资源的短缺还是首要问题 与烧毁了5万亿亩的山猫大火相比 蒙特雷县以及近期最大能力 并派遣了800多名消防员员来与大火斗争 然而 消防部门表示 如果不能及时获得支援 那么当地的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流媒体公司Netflix 近期遭到政府与司法机构的关注 上周上映了一部名为Cuties的电影 讲述青春期少女的成长经历 国会保守派批评Netflix 姓博学未成年儿童 要求执法部门对其展开调查 而另一方面Netflix的热播剧 Cheer 拉拉队中的男主角 Jerry Harris 涉嫌制作儿童色情影片 今天遭到FBI的逮捕 Netflix原创剧集 Cheer 讲述了德州 Navarra College 拉拉队参加全国比赛的故事 影片1月份上映后 立即开始热播 最受影迷好评的 就是男主人公Jerry Harris 他也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 获得了100万粉丝的关注 然而这样一位刚刚冉冉升起的娱乐新星 今天就遭到FBI逮捕 原因是他遭到指控诱惑未成年小男孩 给他发裸体照片与录影 其中一名小男孩年仅13岁 他的律师表示 当时Harris要求他给他拍摄 拉拉队舞蹈视频 但要求他不穿衣服 随后Harris还在厕所堵住这名男孩企图猥亵 此外 Harris还向德州一对双胞胎男孩 发出相同的要求 并且在参赛场所与一名15岁男孩 发生过性关系 本周二 FBI就搜查了Harris 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家 发现了很多少年男孩的裸体照片与视频 据了解 本次起诉不仅是针对Harris 还针对拉拉队竞赛组织 称他们没有保护好比赛选手 而Harris制作儿童色情影片的罪名 一旦成立 他将面临最少15年 最多30年的刑期 对此 Netflix表示 公司绝对否认这些指控 当时Harris只是名青少年 他们相信调查会让真相水落石出 另一方面 Netflix在9月9日上映了电影Cuties 小可爱之后 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巨大争议 这部法国电影讲述了一名移民小女孩 Amy与学校的几名喜欢跳舞的女孩 成为好友后 激发她的女性特质 反抗保守家庭的故事 然而Netflix将电影买下之后 一开始做的宣传海报 就遭到外界抨击 称其过度性欲化 未成年少女 女孩动作有过强的性暗示 保守派批评电影 就是为娱乐恋童癖而创造的 而有家长称 同意让孩子出现在这种画面中的父母 根本就是皮条客 对此Netflix将宣传海报撤下 并道歉 称误导了观众 但电影在声音后 引起范围更大的热议 国会多名议员 包括联邦参议员 共和党人Tai Cruz 就要求政府对Netflix进行调查 认为公司存在性剥削 未成年少女的行为 同时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可能更有胆量去实施犯罪 对此Netflix表示 这部电影反映的是社会真实情况 并赢得了奖项 电影励志 并反映出未成年少女 面对社交媒体与社会压力下 如何成长的故事 Netflix希望 所有关心这些议题的人 都能去观看这部影片 然而根据Business Insider报道 小可爱这部电影上映后 退订Netflix的网页 突然迎来流量高峰 印尼不戴口罩被拔挖坟墓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询文 世界卫生组织WHO今天发出警告 欧洲正在面临着新冠疫情的第二波袭击 目前欧洲的新冠确诊人数 在短短一周就新增了超过30万人 各国的传播率甚至超过了三月份的巅峰数字 WHO欧洲区主管克鲁格呼吁各国应该协调一致 以科学的态度共同应对 根据世卫组织在今天公布的数据 欧洲地区的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已经突破了500万例 累计死亡超过22万人 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 WHO的欧洲区主管汉斯·克鲁格 谈到了这个问题 自病毒大流行以来 欧洲正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克鲁格也认为 这种情况必须有人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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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鲁格说 这些数字虽然反映出了各国的检测能力 正在不断上升 但是其内涵的巨大传播率 却让人更加害怕 WHO也提及 他建议任何暴露于新冠病毒的人员 进行14天隔离 而且将不会改变这项指南 世卫欧洲区高级紧急官员 史莫伍德说 14天的隔离时间 是基于我们对疾病传播的潜伏期的理解 我们只有在对这项理解 有所改变时才会进行修正 不过可惜的是 法国已经将自我隔离的建议时间 缩短为7天 英国及阿尔兰则缩短为10天 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其他数个欧洲国家 也正在考虑缩短隔离时间的建议 英国首相强生则在今天表示 他可能会提早关闭酒吧 阻止新冠疫情的第二波高峰 克鲁格认为 WHO欧洲分布的会员国必须协调一致 以科学的态度共同面对现在的情况 特别是在隔离措施等方面 必须保持严格规定 他强调隔离措施是抗击新冠疫情的基石 必须不断地调整并得到良好的宣传 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模糊地带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团队成员 17日表示 纳瓦尼上个月投诉的饭店房间的矿权水平内 就被发现用来毒害纳瓦尼的神经毒剂 诺维乔克 而飞先前猜测他是在机场遭人毒害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团队 17日在instagram上发布一段影片 时间点为8月20日 也就是中毒当天 他们在纳瓦尼感到不适的一个小时之后 便来到他在托姆斯克所待的房间内搜索 可以看到 纳瓦尼团队成员戴着防护手套 将几个空的矿权水平装进袋子里 贴文写道 我们决定搜集所有可能有用的物品 并交给德国医生 俄罗斯不调查此案 已经让事情相当明显 文章还说道 两周后 德国的实验室 从饭店房间的一瓶饮用水上 发现了诺维乔克的痕迹 接着 更多的实验室对纳瓦尼的状况进行分析 并确定就是他毒害了纳瓦尼 现在我们知道 纳瓦尼是在他离开旅馆房间 去机场之前就被下毒了 另外 英国16日表示 几乎可以确定是俄罗斯情报部门 对纳瓦尼下手 并要求俄罗斯针对纳瓦尼中毒案件 提出解释 因为使用化学武器是不被接受的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华府与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会谈时表示 他对纳瓦尼的康复表示支持 并强调俄罗斯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使用化学武器是不可接受的 他说 从英国的观点来看 针对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行为 俄方很难提出合理的解释 但是俄国政府仍必须回答问题 印尼于7月出台了一项法律 要求民众在出入公共场合时 必须佩戴口罩 违规者的具体惩罚措施 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 东爪瓦省格雷西克区政府表示 目前已有三名中年男子和五名未成年人 因为拒绝戴口罩而被罚 为新冠肺炎病亡者挖掘坟墓 印尼政府强调 将继续强制要求 拒绝佩戴口罩的村民 为新冠肺炎病亡者挖掘坟墓 并希望通过这样的体力劳动 唤醒民众的同情心 为说服他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帮助阻止疫情扩散 切尔眉区首长苏有诺表示 目前该地区只有三名掘墓人 因此他想出了 让公众产核不戴口罩者 协助掘墓的惩罚措施 苏有诺表示 他让这些人分称 没两人一组 一人负责挖坟墓 令人负责安置可支撑棺材的木板 他表示 希望这能对违反规定者 产生震慑的效果 9月早些时候 雅加达地方政府曾要求 在公共场合拒绝佩戴口罩的民众 躺在假棺材里面 反思自己的行为 目前由印尼军队 警察以及地方执法部门 组成了一个名为 三大支柱的联合小组 正在负责于全国推行戴口罩等相关防疫法令 然而 印尼仍有一部分民众不愿意佩戴口罩 也不注意保持社交距离 有专家指出 正是因为部分公众缺乏警惕 使印尼当局更加难以阻止病毒的传播 截至16日 印尼已有近23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印尼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当下已有超过16万名患者康复 死亡人数则至少有9100人 洛杉矶的新冠疫情进一步稳定 昨天新增1148个确诊案例 而新冠住院人数目前也只有800多人 然而流感季节即将来临 市长贾西提和洛杉矶 卫生局呼吁民众接种流感疫苗 贾西提强调 此剧不仅仅可以保护自己家人的健康 更是可以在未来几个月 防止流感引发的新冠疫情再次反弹 在过去数周 加州重灾区洛杉矶 当地的新冠疫情持续稳定 据最新数据 洛杉矶在昨日报告了1148个 单日新增确诊案例 而当地的新冠住院率也下降至800人左右 在万圣节即将来临之际 洛杉矶卫生局更新了当地的卫生指南 当局警告 万圣节的部分传统活动将需要在今年取消 怎样才能度过一个安全的节日 这包括即将到来的万圣节 我们十分清楚 我们不能像网上一样 庆州晚上节了 而且我们不能建议 不要做缺口确定 卫生官员的居家里已经十分清楚地禁止 禁止聚会派对等等 同时在昨日 洛杉矶市长贾西提提醒当地民众 由于流感季节即将来临 市民们最好的近期接种流感疫苗 以保护自己与家人的卫生健康 所以今天我想要谈谈你 一个新的危险 刚刚在那边 我需要您再次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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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帮助 您再次帮助 您再次帮助 洛杉矶当地的医疗系统 洛杉矶卫生官员表示 市民需要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而现阶段就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时期 洛杉矶卫生机表示 当地居民在各大药房或是医院诊所 均可预约接种流感疫苗 而为了保护当地居民的健康 防止新冠反弹 每个洛杉矶市民都应担起相应责任 为当地的医疗工作献出一份力 洛杉矶市消防部门传出 一名消防员在将一名嫌犯 送至医院治疗的过程中 涉嫌殴打嫌犯 而殴打的瞬间 被身旁警员身上的录影机拍下 目前涉事消防员已遭停职 他们已将这起案件 移交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以进行进一步的刑事诉讼 就在全国各地 都在抗疫警察部门暴力执法时 洛杉矶的消防部门也出了包 这段消防员涉嫌殴打嫌犯的影片 是从在场的一名洛杉矶市警官 身上的密露器所截取下来的 洛杉矶市警方表示 案发当天 一名男子因在南洛杉矶用砖头 袭击一名妇女而被捕 但嫌犯在被捕过程中 头部受伤 因此被送到南加大医疗中心 而随后便传出 一名弱势消防部门的消防员 在将嫌犯运送到医院的过程中 率先殴打被手铐靠在单架上的嫌犯 导致嫌犯一度大喊 不能呼吸 目前占不清楚涉案消防员 为何对嫌犯施暴 但弱势消防部门发表声明称 他们已就此事 及违反部门政策的相关指控 进行了行政调查 涉案消防员也遭到停职 停薪12天的处分 而另一方面 洛杉矶市警局则表示 他们已将这起事件 移交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以进行进一步刑事诉讼 但检察官办公室方面指出 案子还没有递交法院 所以并没有正式起诉涉案消防员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我现在人在纽约 为您报道今天9月17号 星期四 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周四美股市走低的 主要股指开低收低 由于疫苗核实问世的讯息 出现了矛盾 疫苗股在早盘 是表现疲弱 再加上经济刺激法案 迟迟无法通过 主要股指开盘下跌 道指开盘就跌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而今天科技股的卖压 也是相当沉重的 像亚马逊在收盘跌了2.3% 脸书是跌了3.3% 苹果与微软也都下跌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CDC就是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 瑞菲德在昨天表示 疫苗最快也要11月或12月 才能够问世局大规模的分配 甚至要等到明年的第二季度 不过这个说法 跟我们川普总统的说法 就是大大相反了 川普总统认为 美国最快10月份就可以开始分配疫苗 而由于疫苗的消息相互矛盾 使得今天的疫苗 航空邮轮股开盘都是普遍走跌的 但收盘的时候跌幅是缩小了 而收盘时主要股指仍然维持下跌走势 到指收盘跌了130点 最后报在27901点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28点 收报在3357点 纳指跌了140点 最后收报在10910点 在经济数据方面 今天公布了上周 申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报在86万人 这个数字略高于预期的85万人 至于前值从88.4万人上修至89万3千人 而另外上周 续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报在1262.8万人 这个数字略低于预期的1300万人 此外在今天还公布的 有8月份的新屋开工年化总数 报在141.6万户 这个数字略低于预期的145万户 前值则是从149.6万户下调至149.2万户 另外8月份的营建许可数是报在147万户 这个数字略高于预期的145万户 那么个股搜寻方面来带大家关心的 这是Snowfax交易代码 Snow 今天股价收盘下跌超过10个百分点 而收报在每股226.25美元 这是一家在周三才IPO的云端运算数据库 这个新创的公司 它总结成功在纽约争招所挂牌上 是成为史上最大的软体公司IPO Snowfax在周三的收盘价是报在253.93美元 是它120元的IPO价格的两倍多 那市值达到了704亿美元 是今年2月估值的5倍之多 那么今天在大涨之后出现了略微回档 再来关心的是伊什曼科达交易代码KODK 今天股价收盘上涨了超过25% 来到每股的10.7美元 安庆国际法律事务所独立调查显示 科达的执行涨金KONENZA在美国政府宣布为该公司提供7.65亿美元贷款之前 它进行了一些交易并没有违反公司的内部政策 一甩先前的内线交易的指控 而科达在昨天开盘就大涨了近50% 主要就是受到这个消息的激励 今天股价持续走高 不过其实目前还不确定 美国政府是不是还会持续恢复向科达提供贷款 以上就是华语电视记者文威廉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9月17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郁星伦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明天同一时间